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大陆 如果算上不怎么纯粹的奥斯曼土耳其的话 满打满算也就19个国家 其中德国的面积高达54万平方公里 人口约6000万 是仅次于沙俄的欧洲大国 既然能在列强称雄的欧洲有如此地位 那德国为什么还要发动世界大战呢 这是欧洲各列强在非洲的殖民地分布情况 可以看到 英法两国几乎占据了非洲一半以上的土地 而剩下的一些资源和环境较差的地方 则是由西班牙 葡萄牙 比利时 意大利和德国共同占有 这样的情况在其他州也同样如此 老牌列强们几乎将资源丰富的地方全部都占领了 而作为欧洲综合实力低的德国 反而只能分到一些残根剩范 既然都这么不讲武德 那还谈什么公平公正 于是一战就这么爆发了 原本只是以德国 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组成的同盟国 对抗以英国 法国 沙俄组成的协约国 没想到打着打着 最后竟然发展成了全世界的战争 虽然最终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战败而结束 但这一战也彻底地改变了欧洲整体的格局 昔日的欧洲霸主奥匈帝国解体 沙俄帝国也在革命中走向负命 而德国不仅被瓜分了8%的土地 还要偿还高额的战败赔款 不过在德国看来 要是自己也拥有更多的殖民地和资源 早就一统整个欧洲了 而现在不仅要割地赔偿 还处处受到打压和限制 为了摆脱这种局面 德国只能硬着头皮 再次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8年3月 德国撕毁凡尔赛和约 强行吞并了奥地利 1939年3月 在英法的默许下 德国再次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 1939年9月 德国入侵波兰并占领波兰全境 1940年4月 为了保障海上航线通畅 德国北进入侵了丹麦和挪威 同年5月 为了更好地对付法国 德国直接拿下了卢森堡 比利时以及荷兰 随后绕过马其诺防线 占领了法国 看着一路高歌猛进的德国 原本打算继续观望的匈牙利 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国 终于坐不住了 纷纷宣布加入中心国 1941年4月 德国一路南下 占领了南斯拉夫和希腊 同时对英国展开了大规模轰炸 如果此时能拿下英国的话 那么德国的扩张计划 就止步于此 不过意料之外的是 这英法美组成的联军 竟然十分顽抗 消耗战打了数月也难有突破 没办法 在资源吃紧的情况下 德国只能改变策略 向资源丰富的苏联发起了进攻 倘若能击败苏联 那么资源问题自然就得到了解决 这时候再去拿下芬兰和英国 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此时 整个欧洲大陆上 除了自己的小弟们 就只剩下合作商瑞士和瑞典 以及分不清局势的土耳其 拿不拿的其实意义并不大 但只要控制了欧洲 就等同于拿下了整个非洲 这才是德国真正想要的理想版图 远不止做欧洲老大那么简单 当然 如果日本也一统了亚洲和大洋洲的话 德日两国很可能会在中东碰上 到那时 你们觉得 他们会先合伙干掉美国 还是就地拼个你死我活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